猫爱挠沙发怎么办 下面让白胖过来示范一下 首先我们不必心疼 因为猫的指甲很坚硬 一般的沙发伤害不了它 但我们也别幻想着 能搬开猫就可以制止它 因为猫咪挠沙发是为了发泄生活不满 而此时搬动它 会把情绪转移到我们身上 当双手被它用体重压制住 我们就丧失反抗能力 这样会很吃亏 正确的做法是放弃幻想 准备斗争 等待冷空气到来 我们马上打开窗户 仰冷风断了房间 猫会因为寒冷导致血液循环受紧 手脚不断萎缩 直至失去四肢 这样的猫咪没手没脚 再也无法挠沙发 还不会产生负面抵触情绪 十分有效 我会不会产生负面抵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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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会不会产生负面抵触